前段时间马云开口唱歌 惊动了大半个娱乐圈 如今马云爸爸主演的杰克苏电影 《公首道》又曝光片场花絮了 不得不说马首夫这跨界玩得真溜啊 在《公首道》这部片子里 马云爸爸跟各位功夫巨星过招 满足了自己的功夫梦 全程使打的马云爸爸 动作和姿势看上去有模有样 但是由于他没有控制好力道 转身时一棍子接接实实 砸在了吴京的头上 这一棍子直接把吴京砸懵了 吓得马云爸爸也赶紧道歉 果然打戏看着虽爽 但还是要注意安全 控制住自己才行啊 邓超的新电影 《心里最知城市之光》 昨晚曝光了新花絮 精分超哥上线 把片场当成了老年迪斯科舞厅 尬舞不断 一言不合就尬舞 随时随地没有翻天 不过虽然戏外放飞自我 戏内超哥还是十分敬业 为戏吃套套 还嫌弃太年了 真是拼了 大哥 你手手拿的啥 你这是 你这是 别冲动 别冲动 超哥在片场尬舞吃套套 丽姐却在家里岁月静好 今天是节气小雪 孙丽发微博说 今日以温水泡脚 因为她每逢节气 都会提醒大家泡脚 所以网友们便纷纷在 这条微博下 调侃孙丽为泡脚娘娘 并且一起庆祝泡脚一周年 这爱度的养生习惯 真的是会影响粉丝啊 我好想吃